本土的疫情夜来月圆均了 在今天新增了17801例确诊 而其中有7例重症个案 包含了一位未满1岁的女婴 她没有接触时 家人也没有染疫 不过4月26号的时候 发烧到了39度 4月28号状况恶化 紧急送到医院裁剪确诊 接着就是插管治疗 另外呢 还有一名20多岁的女性 她打满了3剂疫苗 本身也没有慢性病史 不过呢 她也是在出现了症状之后呢 整个病程两天就急转直下 现在也是紧急的在插管治疗当中 那么医生也特别提醒了 年纪略小的小朋友 病程变化快速 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型 本土确认个案不断创新高 二号新增7例重症 其中有3例死亡 而重症个案中出现相当年轻个案 包括一名未满1岁女婴 以及一名20多岁女性 两者共同点都是 病程快速短时间变重症 目前都在加护病房救治中 重症的证明未满1岁女婴 没有接触史 家人也没有染疫 4月26号发病 发烧到39度 送医后返家照顾 只是4月28号症状恶化 出现呼吸困难 血压胀利状况 送医后餐饮确诊 目前在加护病房插管治疗 另一位重症的是20多岁女性 打满3G疫苗也没有慢性病史 4月26号出现发烧及腹泻症状 送医产验确诊 返回家中照顾 28号症状恶化 上吐下泻 29号再多到医院治疗 出现肾功能异常状况 30号症状更恶化 败血症 甚至意识改变 紧急插管救治 两名重症病程都十分快速 尤其女婴才端着两天 病情就快速恶化 也引起医界重视 特别是一岁以下的小孩子 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差 变化比较快 虽然大部分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儿童身上 多是比较持轻症或无症状 但是对一岁以下的小孩子 要特别小心 20多岁的年龄层 在今年到现在 大概有2万例左右 中重度以上的个案 加上这一例的话 是有12例 大概还是在这个 万分之五万分之六的这个情形 年纪轻的患者 由于多数轻症 容易被轻呼 但也一年纪少 发育还不成熟 反而病程更快速 家长不容轻呼 这综合报道 我国的本土确诊人数 在今天来到了 一万七千八百零一例 那么其中呢 在双北的部分合计呢 已经是破万例了 在桃园也有两千五百多例 那么其中呢 新增中症十四个人 重症有七个人 还有三个人呢 是不幸死亡的 那么另外呢 来看到这也是 包括在其中 指挥中心就推算了 疫情的高峰 将会在五月的中下旬 到时候单日的 确诊人数 最多是20万例 有专家就认为了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 实际的确诊人数 可能会是检验 确诊数的5到10倍 全台湾的感染人数 可能上看 50万到100万人 不过社区有黑数 也未必是件坏事 反而可以拉高 自然感染率 提升群体免疫力 本土确诊数 在爬升到 一万七千八百零一例 另外也新增 中症十四人 重症七人 其中三人死亡 指挥中心表示 确诊数只有微幅上升 有可能是 假日筛减量较少 至于疫情高峰 可能落在五月中下旬 到时单日确诊数 推估有三种模式 最高可能来到二十万 但由医师分析 从流行病史来看 实际确诊数 可能是检验 确诊数的5到10倍 以今年累计超过十万例 本土个案来说 全台染疫人数 可能会上看 五十到一百万人 专家认为 染疫黑数未必是坏事 反而可拉高自然感染率 提升群体免疫力 指挥官陈时中则认为 台湾要达到群体免疫 主要看国内染疫人数 另外还有追加剂 和第二三剂 有效保护力 疫苗打的是越多越好了 整体来看我们的一个保护力 医师林势必则发现 近来台湾和日本的疫情 在四月二十九号黄金交叉 台湾每百万人的七日 平均确诊数有三百二十一人 超越日本的三百零八人 显示台日两边流行 盛行率差不多 还直呼我们是不是离东京 迪士尼越来越近了 但要是疫情往上升 恐怕会被列为高风险地区 至于何时能比照其他国家 进一步放宽入境措施 短期内恐怕还没有时间表 接着我们报道 人同疫情持续延烧 现在全台湾各大医院的急诊室 几乎天天都塞满了 要裁剪的民众 就连晚上也有人要排队 让医护人员直呼 真的是比过年更忙 不过有医生就要提醒大家了 非必要真的不要随便 这冲急诊室 把医疗量呢 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而指挥中心也宣布了 从今天开始 无症状的民众一定要快筛阳性 才可以去做PCR 而等到疫苗施打率越来越高 到时候也会考虑把匡列的强度 或者是隔离天数往下调 未来更不排除要走向免居隔 但白天晚上正在医院急诊门口等候 有医师透露进来患者挂急诊 很多都是为了拿药跟做裁剪 包含心急想做PCR 就占了夜间病人的一半 还有买不到快筛或快筛阳性 有症状 想寻求医师诊疗和处方 通通塞进急诊室 北部有部分医院 每天只有破千人挂急诊 让医师直呼 简直比过年还忙 追中心也宣布 即日起想做PCR 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另外辉瑞口服药也放宽 使用限制三号开始医院门急诊 还有诊所医师都能开药 居家照护者也可以透过远距 开药模式拿药 不过目前全台阳性率 已经逼近百分之三四 有盖科专家直言 这代表疫情成指数型成长 医院只能挑危险的病人 先做PCR 看阳性率已经意义不大 像北市四月三十号 筛检占阳性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九点二 让医师直喊要让小学幼儿园 改采线上教学 给家长有薪假一个月 也不要聚餐和在餐厅内用 同时给予业者租金补助 趋向于上海的做法 目前来讲 我们是不会这样子来做 外界提出建议 可以针对全台确诊数 最多的双北市 把新冠肺炎法定串病等级 从第五类改成第四点五类 采中间模式 就可以采取快筛阳性 等于确诊策略 对此指挥官程中分析 虽然可以让PCR采检数变少 但医疗需求反而会增加 对舒缓医护压力 其实没帮助 等疫苗施打率提高 就会考虑把匡列强度跟天数 再往下调 老人养护中心 精传群聚感染 在金龙游家私立的老人养护中心 4月30号全院快筛 结果发现有一位工作人员 五位著名快筛阳性 而其中一名长者 在隔天早上突然就过世了 卫生局紧急针对全院 46个人安排PCR采检 结果在今天清晨出炉 除了死亡的长者阳性确诊 另外还发现 还有十位著名也染疫了 总共有12个人确诊 深夜时分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 将身体不适的长者送医检查 老人养护中心出现群聚感染 卫生局却被质疑 动作慢慢拍 基隆这家私立老人养护中心 4月30号进行工作人员 例行新快筛时 一名员工呈现阳性反应 院方针对所有住民筛检 同天发现还有5人快筛阳性 没想到隔不到一天 其中一人5月1号早上不幸身亡 经卫生局安排全院PCR采检 一口气验出11位住民 一位工作人员染疫 其中就包括这名死亡的 60多岁男性长者 不过根据了解 个案长期卧床 身体虚弱 日前曾有未出血的症状 经询问家属后没有送医 留在养护中心观察 死因是否和染疫相关 还要等后续相验厘清 只是养护中心 仍需要人力维持运作 除了三位有急性症状的长者 送医治疗 其余个案都还留在原处 就地安置 只能仰赖快筛阴性的 照护人员照顾隔离的长者 就怕一不小心让养护中心传播链 进一步扩散 记者赛志恒金融报道